欢迎订阅各位来听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归座游戏可以来到山峰大学开展了我们的主题活动 青年的活生 你可以改变世界 我是本场活动的主持人文婷 我们的教育行活动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成功的举办了28场了 那这一步走完呢 我们通过各种不一样的方式 也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让我们受到很多卡课 但是这一步走来啊 身为活动组的一名顾问人员 我们觉得方老师这样近距离的接触 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的知识 是我们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场活动可以让大家不需此情 从中回忆 那首先呢 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短片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凤凰国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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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次活动可以这样顺利的进行 也是多分的学校给我们一些大力支持啊 那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赵新胜任长给大家致辞 有请赵运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读过秦先生的书 那么书的名字叫《天原诗与矿洋曲》 这个观众模式与千近代中国社会的载人识 通过那个书 然后后来又看到了这个秦先生的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很有影响的一些著作 因为在这个这些著作中我对秦先生呢有这么两个很真切的认识 对这个就是说他和一般的我认为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这个区别就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专业人士 是做历史专业的 从这历史专业出生的这样一种的他对社会的认知 对我们现实问题的关怀和其他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区别表现在哪个方面呢 我自己感受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从我们专业就是来讲 他的这个长时段的这个意识 那么很多问题很多评价 我们只能放在一个更长的一个视野来看的时候 我们才能看到他的真假 他的成败 他的然后意义 第二个呢 是他的这个世界的眼光 就放很多问题 我们放在世界的这样一个问题来看中国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看的更亲密一些 我们的评价可能更客观一些 我们的问题可能看的更真实一些 所以这是我对秦先生 看到他的著作以后 有这么一个影响 但是呢和大家一样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秦先生 咱们这个负责这个工作的同学 然后这个这个 拿到一个名单来 说我们就这么一个活动 有几位老师 你看哪个老师这个比较合适 我说肯定是秦先生最合适 因为我本人也非常希望能听听秦先生这个讲座 能见见秦先生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向他请教一些问题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呢 是给大家准备的 其实我私下来也有一点自私的这种心态 在那边 简单说 秦先生是我们然后这个这个作为专业学者来讲 非常近乎已久的这种先生 需要学习的对象 做我们同学来讲 为了人生还有很长的路 去做学问做事 观察社会 关注我们的这个国家 需要很多东西 像我们秦先生那样去思维 所以我们呢 然后最后呢 我呢 然后代表大家 代表我们学院 然后希望大家 一热点掌声 欢迎秦先生 好 谢谢 那当过机场的时候呢 从非可以看到了 我们在屏幕的两次呢 会有微博大屏幕 今天的话题是 千年入国说 大家可以通过几号 加千年入国说 分家几号 再加上你想说的内容 或者说想对老师的一些提问 然后 发到那个微博想象 我们就可以和老师 进行一个线上的互动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时间 让给秦老师 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 十年 谢谢大家 这个三大其实 最近这些年 我其实来了不少次 但是这个 就是以 这个说为中心的 还是第一次 我看到这个微博上 有一个说 为什么不是二十年巨变 而是十年巨变的 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在 八年 对八年多 差不多九年以前 曾经出过一本书 叫做十年沧桑 他的第一作者 是我太太金燕 第二作者才是我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东方出版社 当时他要把我们俩的 大概十几本书都 其实都是再版的 就准备 准备再版 那么当然这个 这个工作我们也很感谢了 这个能不能打得大 打蛋一点 这个前面的灯光太亮了 嗯 那么 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 我们现在跟大家交流啊 当然是以这个书为主的 这个书是 八年前写的 叫做十年沧桑 那么当然 他们就叫做 东欧的十年巨变 那么但是这个 我们虽然这个活动 和这个书有关 但是我就不想讲 这个书里头的内容了 是吧 因为大家可以去看书 嗯 我现在只想讲 两个和东欧有关的话题 我觉得啊 我们对很 我们对东欧的事啊 有很多事是 误解很深的 甚至包括东欧 这个巨变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比如说 我们以前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东欧 已经伏僻了资本主义 是吧 说这个东欧 这个整个这个变化 就是一场 那个 由于自由化导致的 对社会主义的颠覆 呃 这些话 其实我觉得 你不能说 一点道理都没有 但是实际上 东欧发生的事啊 我觉得要复杂的多 呃 我在这里只想讲两个话题 那么这两个话题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讲得完 讲到哪算到哪 是吧 反正因为我们这个 基本上是 这次活动 我了解 是那个 主要是一个互动的环节 所以我个人讲 不能讲得太多 第一我要讲的是什么问题呢 第一我要讲的就是 在东欧巨变中 这个社会主义价值 起行吹动作用 是吧 哎呦 哎呦 哦 啊 啊 啊行 可以了 啊 以往我们的主流观点呢 总是说 东欧巨变是自由化的结果 这个所谓自由化 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非常泛泛的概念 假如这个自由化 被理解为是政治自由主义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大家可能知道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实际上在今天的西方啊 应该说是社会主义和 呃 那个 经济自由主义 对共同的基础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今天的西方不要说社会党 就是共产党 他也是主张议会民主的 是吧 也是主张多党制的 是吧 这个你看看那个所谓的欧洲 马克思主义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你就会知道 是吧 因此如果我们说 所谓的自由化指的就是 政治自由主义 就是在政治上要搞 宪政民主这些东西 那当然这个事情 我觉得无所谓左右 是吧 这是他们左右 共同赞成的东西 而与此相反的 像斯大林搞的那一套 是他们左右 都不赞成的东西 是吧 呃 可以说政治自由主义 就是追求宪政民主 而东欧的变革 就是实现了宪政民主 但是很多人讲的自由 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主要就是经济 是吧 他们认为啊 这个东欧的巨变就是 要搞资本主义经济 是吧 或者市场经济 自由竞争 私有化等等 那么推动东欧变革的力量 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我觉得就值得商榷 当然可以肯定 是吧 东欧巨变以后的这十多年 和中国一样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 是吧 这一点没有问题的 那么因此在 推动巨变的过程中 搞市场经济的诉求 肯定不是没有的 这种诉求对于巨变 也不能说一点 都没有起促进作用 但是至少在 东欧比较走在前头的几个国家 是吧 我们知道东欧现在 就所谓的转轨国家 包括将近三十个国家 是吧 因为那个 像苏联啊 南斯拉夫啊 捷克啊 他们原来的联邦 在那个巨变以后都解体了 分成了很多国家 因此这个 现在这个原来的苏联 东欧国家 现在已经有将近三十个之多 是吧 他们的情况有各种各样的 有些随着这个帝国的解体 就引起 就引起战争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很多东欧国家 其实巨变以后 碰到的问题 不是什么体制转型 就是帝国的 帝国解体的后遗症 是吧 这个我觉得就和主义 是没什么关系的 比如说苏联解体 是吧 这么个庞大的帝国 大家知道 在历史上 奥斯曼帝国 奥匈帝国 包括我们中国的清帝国 是吧 解体以后 都曾经经历过一段 比较混乱的时代 是吧 相对而言 俄罗斯的解体 苏联的解体 应该说是最和平的了 是吧 你看看我们 清帝国以后 那个 那个 解体以后 是吧 那个 那个民国初年的那种 群雄并力的那种 那种状态 是吧 那个俄罗斯 至少还 还不是这样的 是吧 有些国家 像前南斯拉夫 他前十年了 就没有搞什么转轨的 基本上的主要经历 都用去打仗了 是吧 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 解决的是那个国家 帝国解体以后的国家 重构问题 真正的 真正的 所谓的体制转轨 那是到了第二个十年才开始的 但是我这里 主要讲的是波兰 捷克 匈牙利和前 德国东部地区 那个前东德 也就是现在的德国东部地区 这几个地方 它是在整个东欧巨变中 是走在前头的 而且也是现在 那个那个 这个这个已经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这个转轨的 那么在这几个国家 我可以讲 如果说推动变革的 政治诉求 是对民主 对自由 对人权的 那个追求 这一点大概没有错的 但是 如果他的 如果说 如果说到他的经济诉求 那么我觉得 至少在我讲的这几个国家中 推动巨变的最大的经济诉求 与其说来自自由主义 不如说 主要是来自 经济社会主义 我为什么要讲经济社会主义呢 因为 其实本来社会主义 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 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种 那个 弄假成真的一种 一种见解 似乎一讲社会主义 政治上一定是一党制 是吧 那么当然 他们搞的肯定不是这个东西 是吧 那么他们搞的议会民主 很多人就说 那不是社会主义 是吧 我觉得 我觉得在他们那里 肯定不会是 一个主流的认识 是吧 但是 为了避免这个 这个 这种 这种 纠缠 是吧 我现在就不谈政治 我只谈经济 是吧 那么推动东欧 巨变的最大的经济诉求 与其说是 自由主义 不如说是来自 所谓的经济社会主义 当然 我这里讲的经济社会主义 和巨变前东欧 在二战以后 由于苏联军队进入以后 建立的那套体制 是完全不是一回事的 甚至我们可以说 它是对立的 是吧 这个所谓的经济社会主义 与斯大林主义 不仅不是一回事 而且恰恰是斯大林体制的 克星 是吧 因此我也可以讲 推动巨变的 是自由主义 与社会主义的 合力 是吧 也可以具体的讲 是政治自由主义诉求 与经济社会主义诉求 合力 结束了东欧的 专制制度 在这里啊 我要讲 如果按照我们最正统的意识形态的说法 是吧 那就是 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他们都追求的是民主 是吧 在反专制这一点上 他们是有 他们是有底线的 是吧 当然 如果换一种语言 这个问题就复杂得多 是吧 我刚才讲的这个所谓的经济社会主义 它是能够与政治民主结合的 那么这个能够和政治民主结合的这种左派思潮 当然我们以前比较喜欢把它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或者社会民主主义 是吧 呃 西方的很多 那个议会民主下的左翼政党 是吧 呃 社会党 社会民主党 工党 呃 往往都呃 主张这个东西 呃 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啊 它与西方左派的福利国家诉求 比较接近 但是在东欧 它有一个特点 这一套东西啊 它是在国有工业的土壤上发展的 因为呃 巨变前的东欧啊 说实在的 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那个 那个 那个程度 要比我们中国在 呃 1978年的时候还要 还要厉害 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是个农业国 是吧 大部分的人是农民 那么农民嘛 当然不是在国有经济中生活的 可是东欧这些国家都是工业国 而他们的工业在巨变以前是百分之百的国有的 是吧 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先私有化 这民主化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他们是先民主化 后私有化的 是吧 在他们巨变的时候 那个 基本上还没有那种非国有的经济 是吧 那么因此在 它是在国有工业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这种 这种诉求 它就和西方不太一样 如果说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 按照有些人的说法 就是市场经济家 福利国家 是吧 这个民主社会主义 有的人又说叫做生产上的资本主义 分配上的社会主义 也就是说他的经济还是以私营经济为主 还是强调市场机制的 但是 这个竞争的结果 国家要 从平等的角度 从这个劳动阶层的角度 是吧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 要加以很大程度的干预 是吧 当然最基本的形式就是高税收 高福利了 进行二次分配了 最终达到整个社会 比较 比较均等 比较平均 是吧 大家可能都知道最近有一个 最近有一个 有一个新闻 当然这个新闻 其实我也了解 他其实 我们的有关部门还是有争议的 就是 那个西南 西南大学的一个研究所 发布了个新闻 发布会说我们中国现在 这个贫富分化 这个收入差 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经济系数 是吧 在2010年已经达到了0.61 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 这个水平 是吧 如果真的是0.61 那就超过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这里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是吧 那当然更不用说 这些西方国家中 号称是搞那种民主社会主义的 像北欧啊 这种这种所谓的福利国家了 是吧 他们的经济系数 往往经过二次调节以后 都只有0.2到0.3 是吧 那比我们来说 那简直就是 而且这里我要讲了 福利国家 大家知道 他提供的福利 是 针对 弱势群体 要拉平整个社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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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位的差距 这种针对 针对 针对 针对社会大众 针对 那个 弱势群体的 呃 国家提供的支持啊 他不是奖励劳动模范 是吧 所以啊 这个福利国家 这个东西 如果要按照我们以前讲的那个 讲的那个理论啊 我觉得他甚至你都不能说是社会主义 因为社会主义 按照我们以前的一种说法 社会主义是讲按劳分配的 是吧 奖励劳动模范 那是社会主义 是吧 可是那种 给穷人提供的这种福利 他不是按劳分配的 他当然更不是按资分配的 他是按什么分配的呢 他就是按区分配的 是吧 要 如果按照扣我们以前的那个 那个理论教条的话 他甚至 应该近视于共产主义 是吧 因为他 他是按区分配的 是吧 那么 这个在西方国家 他基本上生产搞的是资本主义 是吧 但是在分配上 他要搞社会主义 就是搞平等 是吧 可是像波兰这一类的东欧国家 我们知道他在巨变前呢 一直有推动市场经济化 想搞生产资本主义的力量 但是这个力量很有意思 和很多人的想象不同 这个力量主要是执政的当局 是吧 不是推动巨变的 反对派 是吧 不是推动巨变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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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派 是吧 我刚才讲的这几个国家中 民主派的这种诉求 也就是说在经济上 是吧 搞那个生产资本主义的 这种诉求 其实并不明显 甚至我们还可以说 他们对执政党在推行专制的前提下 搞权贵资本主义 是强烈的予以抵制 是吧 这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抵制 是促使这个 这些国家 是吧 巨变了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那么相反 他们在 他们如果说 他们对生产资本主义 没有表现出比执政者更高的兴趣 但是他们在分配社会主义方面 是非常强调的 也就是说 推动这个东欧原来的体制解体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 就是 这些国家的人民 对这个国家承担的 这种责任的追问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 你既然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 你的权力 非常大 是吧 那么相应的 我们也就要求你 承担非常大的责任 是吧 你要 提供 是吧 你不能只有资本主义的 你不能只有社会 你不能拥有社会主义的权利 但是只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 是吧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啊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我们现在有些国家 它是有限政治 是吧 实际上它的权力并不大 我们也可以讲 它只拥有资本主义的权利 但是这个社会要求它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 是吧 像希腊啊 这些国家 大家都知道 是吧 那都是高福利的 但是它的那个 政府承担了非常大的责任 但是他们的 那个权力跟不上 是吧 那么还有一些国家 它是政府拥有社会主义的权利 但是只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 是吧 一讲这个社会保障 就就就要提到 就要和西方比 是吧 而且和西方比 往往还说 我们不能像西方那样搞那么多 是吧 我们现在只能搞 比如说西方的福利 我们现在都说搞得太多了 是吧 我们只能 也就是说 我们承担的社会主义责任 不能像他们那么大 但是我们的权力 要比他们大得多得多 是吧 那么这种 他们在分配社会主义方面 进行无限论德 步步紧逼 终于导致 原来的那种体制 是吧 大家知道原来那种体制的特征 就是权力很大 责任很小 是吧 终于导致这种体制的 蓝乎为继 这里我要讲啊 其实啊 在 在西方 这个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 呃 从十九世纪开始 他是呃 这个政治上 是吧 他都有一个民主的 呃 底线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呢 是吧 呃 这个宪政民主 大家知道 他本身有一个原则 就是政府的权力 是老百姓授予的 老百姓授予这个权力 干什么呢 就是要让政府来为他提供责任 是吧 没有别的理由 就只有这个理由 我给你权力 就是让你为我干活的 我给你纳税 就是购买我的服务的 是吧 因此我付了这个东西 你就要给我 是吧 你给我绝不是什么恩情 你不给我 我就要向你问责 是吧 呃 这是宪政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在于 这个权力的授予和责任的追问上 一般意义上讲 我们讲的经济自由主义 它是主张小政府的 是吧 所谓的小政府就是说 呃 我们害怕政府的权力太大会 侵犯我们的自由 因此我不愿给政府 授予太多的权力 那么因此 我也就不向政府 呃 进行过多的问责 是吧 呃 用我们有些人的话讲 叫做 不找市长找市场 是吧 就是这个这个 我们不要给市长找麻烦 很多问题 我们自己在市场上去 去解决 是吧 但是他的前提是 既然这个市长的 责任比较小 那么他的权力 也一定要小 是吧 其实反过来讲 更重要的是市长不找市场找 是吧 也就是说 在这个体制下 市长是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麻烦的 是吧 市长的权力是受到制约的 如果你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征税 老百姓不能找你要福利 那那很得了吗 是吧 因此我们可以说啊 呃 在这种 在这种体制下 他会出现两种形象 呃 一种就是 呃 小政府 是吧 他不愿给政府授予太大的权力 呃 因此也就 不会对政府进行高强度的问责 是吧 那么还有一种形象 就是比较左派的形象 是吧 社会主义的形象 他非常强调社会 平等 是吧 强调国家在这方面要有作为 是吧 那么因此 呃 国家就 给他提供 呃 我们就很愿意给 统治者提供更多的权力 是吧 同时我们也要向他进行 更高 那个 呃 更严厉的 或者说 呃 更高城市的问责 是吧 要说他承担更大的责任 呃 这种责任 一个最 呃 通俗的表述 就是在北欧 叫做从摇篮到坟墓 是吧 就是从摇篮到坟墓 政府都必须 承担责任的 当然前提是我给他 承大的权力 他可以挣很多的税 是吧 所谓高税收 高福利 呃 但是这里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不管是权大 则也大 权小 则也小 他的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 是吧 这就是宪政制度的一个 一个基本条件 可是我们知道世界上是不是只有这两种状态呢 当然不是的 是吧 有一种状态 比方说呃 我们的经济学家 呃 在二零零 在二零零四年曾经有人在我国顶级的社科刊物 中国社会科学上 呃 登了一篇文章 叫做呃 对 秦朝 秦朝 那个十五年做制度的呃 经济学分析 是吧 呃 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 这篇文章说秦始皇是一个小政府 呃 我们都说秦始皇搞那些都联九族呃 十五年做是个非常残暴的做法 呃 他说不是的 他说因为秦始皇他要维持一个小政府 他不能管太多的事 如果他呃要用建立一个庞大的 那个警察体系来维稳 这个政府就会变得太大 因此他就发明一种降低 这个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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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稳成本的方式 是吧 或者说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 就是让老百姓互相呃当警察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所谓的十五年做制度 就是如果你的邻居呃 想呃 想呃有有有不轨之行 如果你不检举就连你一块字 是吧 于是就使得呃 整个秦国的所有的人都成为所有的人的特务 是吧 所有的人监视所有的人 他认为呃 这个制度是有它的经济合理性的 因为他可以建立一个啊 他可以保证一个小政府呃 能够呃达到那个那个那个社会的那个那个 那个稳定 这里就有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所谓的小政府是可以租连九足的 是吧 是可以以主非金者足的 但是 我们的这位朋友说 他当然是小政府 因为他什么公共服务他也没提供 是吧 我们没有听说秦始皇搞过公费医疗 我们也没有听说秦始皇搞过义务教育 他只要不搞这些东西 他当然就是小政府 是吧 这里 其实他讲的 小只是指的责任小 但是他的权力非常之大 呃 我还要讲 其实所谓的责任小啊 也不是他一点服务都不提供 但是他提供是他的爱好 是吧 而不是他的责任 这里我要讲 一个人做某件事 到底是一种责任 还是权力 是吧 这是性质不同的 有一些事 你想做就做 你不想做 就可以不做 那么做这些事 就是你的权利 还有一些事 是你想不想做 你都得做的 因为别人 要求你这样做 你不做是不行的 是吧 那么这种事 就叫做责任 是吧 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每一个公民纳税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就是说 纳税和搞慈善不一样 是吧 不是说你想搞就搞 不想搞就不搞的 是吧 那么像这样的 一些国 就像这样的一些政府啊 他其实 有时候他也会给你 提供一些服务 但是只要提供了 那就是大恩情 你必须感谢的 是吧 你必须高呼万岁的 你必须整天讲 那个吃水果万挖井人 时刻想着谁谁谁的 是吧 但是如果他不给 你是不能跟他要的 是吧 因为你没有这个权利 那个东西是黄恩浩荡 是吧 不是你的权利 而是他的权利 是吧 那么如果他给了你一点 你的感谢 不给你也不能问责 是吧 就是这种状况 那么这种状况 当然就不是我刚才讲的 这两级了 就是这个 啊 这个 这个左上角的 啊 这个 这个向线 是吧 实际上在 实际上宪政 实际上宪政条件下 就是要避免这个东西 但是呢 宪政条件下 他也会出现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在宪政条件下 经常有些人 经常我们老百姓 是吧 呃 既喜欢左派 又喜欢右派 是吧 喜欢左派 为我们增加福利 喜欢右派 为我们增加自由 是吧 在经济上 那就是 喜欢右派 给我们减税 喜欢左派 给我们增加福利 是吧 如果这两种诉求 达不到一个平衡 就会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国家 呃 我们 我们有一句 这个 这个言语 叫做 既要马而跑 又要马而不吃草 是吧 如果 进行这样的追求的话 是会出问题的 是吧 这种 权力很小 因此老百姓的自由 非常多 同时 他的责任又很大 因此老百姓的福利 也非常多 是吧 理论上讲 这样是一个最好的政府 可是这个政府 是做不到的 是吧 呃 我们知道现在欧在 现在欧洲出了危机啊 呃 左右两派都在互相抱怨 是吧 那个右派说 呃 那个那个西方出了危机 是因为福利搞得太多了 是吧 那么左派说 呃 那个西方出现危机 是因为他们太自由了 是吧 尤其是讲他们在金融上 呃 太自由了 是吧 其实我说啊 现在西方危机的一个根源 就是他们 这两种思潮共同 在民主体制下出现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也就是说 呃 这个这个 这个最不可能的最好政府 是吧 在希腊这样 希腊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 但他并不是一个高税收的国家 是吧 呃 希腊在政府权力方面 他是一个典型的小政府 但是在责任上 他又是一个很大的政府 是吧 那么这个当然会出问题 呃 这里我 呃 就呃 只是讲一个 讲一个 那个那个大概的理论框架 那么我们讲的民主社会主义 他是组装大政府的 但是这个大政府 首先是要 指他的责任 很大 是吧 尤其是 呃 最典型的可以搭到 所谓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那个地步 是吧 那么为了让他能够承担这些责任 才考虑是不是应该给他更大的权力 是吧 可是这样的一种思潮啊 他和呃 另外的体制有很大的不同 是吧 比如说斯大林时代 是吧 呃 比如说另外一些国家 是吧 这个政府权力也很大 但是那个呃 那个公共服务啊 那我刚才已经讲了 呃 所以第一水平很差 是吧 第二 这个服务往往和特权联系在一起 是吧 第三 就是这种服务是 皇恩浩荡 是你不能要的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 像这样的一种 一种一种东西啊 在东欧就受到不满 我们知道这个 赚钱的东欧啊 他是有社会主义传统的 是吧 所谓社会主义传统 指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 一些东欧国家 比如我刚才讲的东德 捷克波兰这个国家 在二战以后 苏联建立起苏联式体制之前 历史上就有过 宪政民主制度 而 战前这些国家 也有过社会民主党政府 是吧 比如 呃 都有过这样的政府 那个时候 这种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 就体现在公共福利责任 是可以追问的 是吧 因此 既然提供福利是你的责任 是吧 我是可以 要求你提供的 那么你提供了 我当然也不会感谢你 是吧 因为这是我要求的 是吧 那么建立苏式体制以后 这个制度变了 但是过去的观念 并没有那么容易的消失 是吧 这些国家的老百姓呢 用我们有些人的话讲 那是很难对付的 是吧 他们对政府的 承担的责任 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是吧 你必须给我提供这个保障 给我提供那个保障 是吧 这个都很高的 是吧 而1945年以后 建立起来的苏联式体制 虽然很专制 当然他的意识形态 至少口头上是声称 政府是要为人民服务的 是吧 人民是主人 政府是仆人 是公仆 那么主人当然可以 要求仆人为他提供服务的 是吧 那么他也不能公然否定 劳动人民有要求福利的权利 因此虽然这些国家 在很长一个时期 政治上要求多党制之类 是被禁止的 经济上 限制权力 追问责任 作为一种制度 也没有建立起来 但是人们的观念上认为 向政府问责是理所当然的 是吧 而向政府感恩 那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事 是吧 我得到的服务是我们纳税人出钱买的 是吧 这有什么必要要向你感恩呢 大家知道 呃 我觉得 这个中国在 早在地质时代就已经有人 讲过类似的话 是吧 像那个 呃 戊戌变法的时候 谭词同城 你讲过一句名言嘛 是吧 他说 那个 君业者为名 担事者也 陈业者 助担民事者也 赴税者 呃 那个 担民事之之也 是吧 就是 呃 这个皇上 是 是给老百姓办事的 大臣 是帮助皇上 给老百姓办事的 赴税 是我们用来买 这些服务的 是吧 我们买了啊 如此而事由不办 事由事不办 则义其人 亦天下之同意也 是吧 呃 何有感恩之说乎 是吧 就是说 我我付了这些税 你还是不能提供服务 是吧 那 那就换人 是吧 这是天下之同意 是吧 你提供了 那是应当的 你不提供 是吧 那就是你的 啊 那我们就要问责 那么这样的一种观念 这里我实时 我要讲 这肯定不是 自由主义 尤其是 经济自由主义的观念 是吧 因为经济自由主义 它是主张小政府的 是吧 主张小政府 它当然不会愿意 当然它不会 呃 主张向政府进行 从摇篮到坟墓的问责的 是吧 呃 那个 我们知道 经济自由主义的一句名言嘛 就是 这个最不管事的政府 是 是最好的政府 是吧 那么这个最不管事的政府 是最好的政府 它讲的是限制政府权力 但是既然你要限制政府权力 你也不能 你就对政府的问责 就要 啊 就要受 也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度 是吧 可是这些东欧国家 不是这样的 这些东欧国家 你会发现 其实他们的这个体制下 国家向老百姓提供的这种 公共品 应该说是非常多的 甚至我可以说 要比中国多得多 是吧 呃 比方说波兰的农民 尽管它是个体农民 是吧 这个政府并没有 用集体农庄 把它们给圈起来 是吧 但是政府还是给他们提供了 大家知道到了七十年代 波兰的个体农民 都是享有非常高的社会保障的 是吧 他们有养老金 他们有退休制度 是吧 他们有公费医疗 他们甚至还有休假制度 是吧 但是老北京认为 这都是理所张然的 是吧 你不能说 这是一种自由主义观念 应该说这是一种 社会主义观念 是吧 那么于是这个民众的 献权问责 是吧 在就会对统治者构成一个 很大的压力 所谓献权就是你不能 横针爆裂 呃 当然了 实事求是的讲 那个东欧在巨变以前 他的经济都是国有经济 因此 这个政府的钱呢 都是从征税来的 因为他基本上没有民营企业 政府的钱来自国有企业的利润 而国有企业当时 呃这个统治者是要求 劳动者增加劳动定额的 也就是说你要 多干活 是吧 呃这个多干活就相当于多征税了 是吧 相当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多征税了 呃 这个政府要求工人多干活 曾经在东欧引起过几次风潮 其中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53年的那个那个东德的那个那个风潮 是吧 当时呃 政府下了个命令说是要提高劳动定额百分之十 但是工资不涨 是吧 马上通人就啊就上街了 是吧 那么类似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几次 但是就主要的形势而言 这些东欧地区的老百姓的满满了 主要不是提高劳动定额 而是他们得到的服务 他们认为不够 是吧 那么在呃 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国家 是吧 大家知道呃 这两个国家在1956年都出了点事 那么出了一点事以后呃 政府是进行了镇压 镇压以后他为了维持他的合法性 就用福利来弥补 是吧 因此呃 他们就搞了很多这种事 而那个时候波兰人呐就不呃 就不断的要求这些东西 是吧 1956年波兹兰事件以后 当局采用增加福利的办法来化解民间的不满 导致财政压力增加 呃 从1970年开始 波兰的历次中潮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 是吧 有时候是因为 这个 政府要提高物价 是吧 这个物价普遍 他高的受不了 是吧 他要提高物价 结果这个物价一占 老百姓就上街 是吧 有时候啊 是因为其他 是吧 比如说 这个学校的暖气烧的不够暖 是吧 诸如此类的这些事 是吧 如果你不提高物价 那么你造成供应短缺 大家也要抗议 啊 你为什么不能保证供应 是吧 如果你为了保证供应 把价格提高 大家也要抗议 是吧 为什么会价格会那么高呢 是吧 从1970年 1976年 啊 多次的发生这种事 老百姓不仅反对账价 而且要求充分供应 这里我要讲 从今天的角度看 老百姓的这些要求 用市场经济的角度讲 很多人都可以说 那是不合理的 是吧 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 这个政府补贴 是吧 本身就是一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不太 那个那个不太合适的举动 但是波兰人认为 我有权利要求你补贴 为什么呢 是吧 因为你有无限权利 你有无限权利 你就可以承担 你就必须承担无限责任 是吧 如果你有无限权利 你又只承担有限责任 那凭什么你要有无限权利 是吧 因此这个事情呢 就成了这个 这个 这些国家 抗争的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内容 是吧 他们说 供应紧张 引起排队 他们就抗议 是吧 那么为了刺激供给 提高价格 他们又抗议 是吧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现象 从八十年代开始 就给这个体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一九八零年 波兰当局赶到连续多年 冻结价格以后 这个财政赤字 他实在觉得 无法承受 于是再次实行 推卸责任的措施 这次 他不是 一次性的涨价 而是 用扩大溢价 供应比例的办法 来悄悄的 搞一场所谓的价格 动态化 是吧 但是老百姓又发生 渲染大波 就在这次大波中 就出现了导致波兰 后来巨变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 就是波兰的工人 而且这里讲的是国企的工人 是吧 就是残届工会 1981年9到10月间 残届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宣言 这个宣言首次提出经济改革的主张 但是这个主张并没有市场经济的措施 也没有任何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内容 他就是反对涨价 但是他也不是一概的反对涨价 是吧 而是要求政府组织一个 有民间代表参加的国民经济社会委员会 无论是劳动定额 还是价格改革 都必须由这个机构来决定 也就是说 提高劳动定额 不能你单方面决定 这个账价也不能由你单方面来决定 这实际上就等于说 是吧 如果你要推卸责任 那你就要限制权力 因为权责是对应的 是吧 你不限制权力 我就不断地对你进行问责 是吧 一直问到你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为止 是吧 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你就会跟我商量 啊 这个这个这个 限制自己的权力 是吧 想要卸责吗 你就得先接受宪权 那么显然 在这些东欧国家 尤其是像波兰这样的国家 民众的福利问责 与他们争取自由的诉求一样 都是推动巨变的动力 巨变前十多年的波兰 每次风潮几乎都因为 物价上涨 供应匮乏 哪个供暖不足 这一类的问题而引起 团结工会也就是在这样的福利问责的风潮中形成的 一直到1980年代 团结工会的政治诉求 已经从工会自主 逐渐发展到 要求言论自由等等 但是经济诉求 仍然是福利性的 团结工会既没有要求私有化 更反对当局开放物价 更不用说解雇工人了 那个时候 说实在的东欧国家是不敢让工人下岗的 尽管他们的统治者非常想搞 是吧 非常想 那个 那个自由的解雇工人 是吧 但是 那受到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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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的压力是不敢这样做的 由于老百姓的福利问责 弄得这个统治者焦头烂额 是吧 而面对如此问责压力的当局 又不可能通过任意恒征暴恋 来解决日益庞大的赤字问题 于是啊 从80年代 这个波兰的这个体制内就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人不想当官 是吧 因为当这个官没有什么好处 知道这里我要讲啊 我们现在这个腐败问题很严重 呃 东欧这个体制 因为它是专制体制 也没有 也没有充分的民主监督 因此腐败问题 他们当然也是有的 不过实事求是的讲 其实巨变以前的那个东欧的那个官员啊 呃 用我们现在的尺度来衡量 应该是非常之清廉的 是吧 呃 他们清廉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水分高 而是这个政府的财政实在被老百姓逼得 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 是吧 这个这个老百姓要求的那些服务 你把所有的财政收入都投进去 是吧 含有大量的赤字 是吧 你想自我服务怎么可能呢 是吧 你想用公共财政来自我服务怎么可能呢 是吧 而且提供了这些服务 老百姓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你不提供老百姓就要 是吧 就要问责 是吧 这么一来 其实啊 在八十年代 波兰就屡屡出现高层政府官员 尤其是总理不断辞职的事 是吧 波兰这个国家从1980年 亚罗谢维奇总理在问责声中辞职以后 他就没有一个稳定的内阁 九年间换了七个总理 是吧 从亚罗谢维奇 巴比乌赫 平科夫斯基 亚罗泽尔斯基 麦斯内尔 拉克夫斯基 一直到基斯查克 搞到最后 可以说是人人都无心恋战 那么这个时候啊 那么这个时候啊 他就愿意跟老北京谈判了 是吧 你看我只有这么一点能力 是吧 这里我要讲 这就涉及到一个 我们现在搞 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财政公开 预算透明 是吧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即使 说我们中国不搞多档次 但是财政公开 预算透明 也是我们这个改革 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是吧 否则我们的财政 都像黑箱一样 是吧 老百姓是不放心的 可是这个财政公开 预算透明啊 天底下哪个政府喜欢呢 是吧 我觉得天底下的政府 没有一个是喜欢 把他的账本 让老百姓看个底调 是吧 如果这个政府能够任意 收钱 而且收来的钱 他不想给你花 就不给你花 然后他可以留着给自己花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政府是 没有人愿意 公开财政 是吧 但是 如果这两方面 都做不到 是吧 比如说 如果你要 扩大争取 你受到很大的鼓励 但是老百姓又拼命要求你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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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提供这样 那样的货 而且造成 巨额的辞职 那么这么一来啊 我觉得老百姓 不要求 他也会主动 向老百姓量账本 是吧 你说是不是 是吧 他被逼得不过 他就会把账本拿出来说 你看 这个账上只有这么一些钱 是吧 现在你们来商量商量吧 是吧 到底是让我多收一点呢 还是 你要么让我多收一点 要么就是少让我 提供这么多的服务 是吧 这么一来就有了一个权力和责任的 这个协商问题 在1980年代 我刚才已经讲了 团结工会 他原来是根本就不讲市场经济这一套的 但是到了1980年代 团结工会的经济观点 开始发生变化 其中一个变化呀 其中的一个变化是 大家知道1980年 过来出现军管 也就对团结工会进行镇压 这个工会转入地下 这场镇压导致大量的工人被开除 失业 那么为了 为了 救助这些失业工人的家庭 团结工会用 各方面的捐款 办了很多那种 就是在当时的体制下是不合法的工厂 就是地下工厂 因为当时像东欧这些国家 它都是不允许民营经济发展的 都是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的大一统时代 因此你办这些工厂都是 都是非法的 都是所谓的地下工厂 这里我要讲我们中国在七八年以前也有地下工厂 这些地下工厂都办得很成功 这里头有个背景 就是当时的波兰那种体制 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像我们七八年以前一样 都是短缺经济 短缺经济条件下 说实在你是办什么成什么 因为什么东西都有销路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办的那个地下工厂相当成功 那么就使这些工会领导人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 认为其实这个计划经济也不见得一定要 是吧 我们这个经济完全可以搞民营的 是吧 这个民营经济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是吧 那么同时这个时候参加传学工会运动的 还有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他们是主张市场经济的 这里我要讲 这些人参加传学工会运动是比较晚的 是吧 最早参加传学工会运动的知识分子 几乎全部都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是吧 由于这个原因 在地下时期 传学工会中就有人说 我们波兰还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的 是吧 这个事实证明这个民营企业是有前途的 但是即便如此 团结工会作为体制反对派的特征 仍然主要体现在要求政治民主方面 在经济上他们的市场化诉求 直到巨变以前 直到巨变前夕 还是很不明显的 而这个时期啊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 反倒是当局更低于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推卸责任 来逃避问责 是吧 他们非常希望达到一种 就是我们改 我们80年代改革的时候 提出的主张 就是要求老百姓 不要找政府的麻烦 是吧 所谓的不找市场找市场 是吧 老百姓最好是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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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问题都自己解决 不要向政府要这些服务 是吧 那么 当时波兰的总治者 他就非常推崇 像这样的 那个方向 是吧 1987年11月 当时的波兰总理 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学家 梅斯内尔 他任总理 在严重辞职的压力下 为了减少财政补贴 提出了放开物价的一篮子改革 反而再次要求北姓 不找市场找市场 为了防止出现抗议风潮 对这个方案进行了全民公决 结果波兰人 以大笔数否决了 这个方案 不让政府卸责 是吧 这个方案没有通过 梅斯内尔只能辞职 那么1988年 梅斯内尔的下一任 拉克夫斯基 他又提出国有企业商业化 其实就是 想把国有企业的包袱甩掉 是吧 想搞经理私有化 他想把国有企业交给 那些管理国有企业的干部们 是吧 使他们拥有资本家式的权利 他们可以解雇工人 也可以雇佣工人 是吧 可以有经营自主权 还有扩大私营经济的方案 并且他提出 要关闭亏损的格弹斯科造船厂 是吧 大家知道 格弹斯科造船厂 当时是整个东欧最大的造船厂 在世界上也是 也是最大的之一 是吧 而这个造船厂当然是国营的 而这个国营的造船厂 恰恰是团结工会的摇篮 是吧 那么这样的做法 更是激怒了工人 引起了更大的攻潮 当局没有办法 到了1989年初 就只好同意与团结工会谈判 召开原作会议 是吧 其实啊 这种谈判就是在政府 是吧 这个不能任意使用权力 但是又吹不掉责任的情况下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他不得不跟老百姓 就他的权力和责任问题进行协商 实际上在团结工会 实际上在原作会议召开的时候啊 当时团结工会 根本就没有打算去执政的 是吧 他们只想通过原作会议 成为一个合法的压力集团 更有效地对政府进行献权问证 因此 原作会议达成的协议 是以确保 团结工会合法在业 执政党继续执政 为原则的 当时他们搞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案设计 他说我们现在要搞一些民主 但是这个竞选我们是不能搞的 是吧 怎么搞呢 他说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国会 拿出三 百分之三十五的议席 可以用来竞选 是吧 就是各方面都可以提候选人 但是百分之六十五的议席 是保留给执政党的 这一部分 议席是不竞选的 大家知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执政党肯定是 可以控制议会的 因为他一直是百分之三十五的议席 他一票不得 他一席不得 他还是有百分之六十五 是吧 那么如果他的竞选表现的不是太差 他竞选又得了一部分 那当然了 就百分之七八十了 是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政府是足定能够维持 这个执政党是足定能够 能够实现他的继续执政的 这个团结公会当时也说 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通过这样的一种规则 是吧 实现这个政治上的巨变 是吧 我们当然有这个诉求 但这个诉求只能在第二次第三次 是吧 现在只能是刚刚开始 但是后来发生的情况 很戏剧性 是吧 首先这个百分之三十五的自由选选一席啊 结果是执政党一票一席都没有得 是吧 全部都给反对派囊括而去 这个在一个自由竞选的议席中出现执政党席位的零的记录 在世界的选举中是很少见的 那么这个百分之六十五的议席是指定分配给他们的 但是当时有一个规定 虽然这个这些议席不竞选 但是你还要老百姓投一次票 老百姓 只有你是候选人 但是你还 你的候选人还是要经过老百姓认可的 结果一投票 这百分之六十五的这个执政党候选人 大概有五分之四都没有过关 是吧 没有过关怎么办呢 残劫工会跑出来说 大家还是投他们的票吧 是吧 如果不投他们的票 这个这个原则会议协议就就没法落实 是吧 我们还是要那个那个那个 呃 落实这个协议的 是吧 于是大家就啊 响应残劫工会的号召 投了这个共产党的票 是吧 呃 但是 但是这种投票方式使得很多当选的议员 感到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是吧 因此他们当选了以后 在短短几个月中 大概有一半的议员宣布 宣布退党 是吧 就离开了执政党 那么一离开执政党就导致 这个百分之六十五就有点悬空了 是吧 因为如果你有一半走了 那就只剩下百分之三十几了 是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呃 不然最后的一任 这个执政党总理 就是基斯查克 他就主动说 是吧 他说我干脆放弃组合 让你去组合吧 这里我要讲 基斯查克的这个主动啊 并不是原作会议要求的 因为原作会议 并没有要求 是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吧 这个这个 这个就由团结工会来组合 这些人呢 我刚才讲 这些人退出执政党 他们也没有加入团结工会 是吧 因此团结工会 你也不能说它是多数 是吧 说实在的 这一般情况下 要碰到这种情况 就容易产生政治僵局 是吧 因为原作会议协议是没有考虑过 这个情况 是吧 如果是在一般情况下 这种像这种局面就会造成 那个政治僵局 可是波兰的执政者 在这方面表现的很大度 他说既然这样 那就干脆你来吧 是吧 为什么呢 我觉得你仅仅说 是因为他们开营 这是 这是不对的 是吧 因为老实说 我前面已经讲过 早在这之前的十年 他们已经觉得 这个官方都非常的累了 是吧 就是就是就是 老百姓对他们的问责 是非常严厉的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以前已经有 基斯查克之前已经有 是吧 七个总理辞职了 他当第八个有什么疾患呢 是吧 那么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是吧 巨变就提前发生了 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情况 呃 这里我还要讲一个 波兰更有戏剧性的情况 在这样一次 其实并不是自由竞选的选举中 谭决中会 谁都没有想到他会上台 但他居然上了台了 是吧 按照当时的决定 下一次大选 是完全西方式的自由性向 也就是百分之百的一期 都是自由选举的 是吧 当时的团结公会认为啊 在这种选举中 我们可能会赢 可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团结公会执政的四年以后 又发生第二次选举 就是完全自由的西方式的选举 这一次选举 团结公会却大败 亏述 前共产党人 原土从来 使波兰成了 那个预变以后的 整个东欧的第一个 左派政策 是吧 就是原来的那个执政党 在那个 在刚才我讲的那样一种情况下 他居然就败选了 但是在纯粹的自由选举条件下 他反而赢了 是吧 为什么呢 是吧 这就是老百姓的选择了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 这个第二次 那一次1993年的选举 左派能够成功的胜选 是吧 就是原来共产党改组成的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 是吧 能够重新 呃 取得认权 这对于左派的思想解放 是非常重要的 是吧 因为这次选举 使得波兰的左派知道 是吧 靠票箱掌权 要比靠坦克掌权 更来的踏实 是吧 他其实本来完全是可以通过 票箱来掌权的 只要他做得好 只要他努力 是吧 那么这个事情呢 当然是后来的事 我只是说 由于我刚才讲的这个机制 统治者早就已经 其实是不怎么想干了 是吧 这里我要讲啊 他和我们现在的中国 呃 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大家知道 现在我们中国 全社会都想当官 是吧 这个这个 这个公务员考试之火爆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是吧 一个公务员岗位 呃 呃 有一千个人去竞争 这种现象 在波兰当时是肯定没有 是吧 当时的这些人 连总理都不想当 是吧 他们都是 那个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都不想干了 是吧 所以啊 我觉得过去的一种流行的说法 是不对的 呃 这些国 这些 这些说法说啊 后来 波兰出现这个 经济转型 出现私有化 出现市场经济化 这些都是西方人 给他们设计的 为什么这么干呢 就是因为 他们要防止 共产党卷处重来 据说国有企业 是共产党的基础 是吧 如果去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了 共产党就不可能回来了 是吧 我们很多宣传都是这么说的 大家觉得这种宣传 有一丝一毫的道理吗 是吧 世界上哪一个共产党掌权 是靠 是吧 是靠在掌权以前 已经有很多国有企业 是吧 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吗 苏联共产党是这样的吗 共产党掌权以后 办了很多国有企业 这是常见的现象 是吧 但是 共产党没有掌权的时候 他就在国有企业中崛起 这在全世界 我是闻所未闻的 是吧 嗯 有国共产党 是吧 还有工人党员 这工人党员都在私营企业中工作的 是吧 中国共产党 大多份党员都是农民党员 是吧 在我这里指的是掌权以前 是吧 有哪个共产党是在国有企业中 崛起的呢 恰恰相反 倒是 像波兰这样的反对派运动 容易在国有企业中决定 为什么呢 因为国有企业 理论上讲他应该有工会 我们大家知道 国有企业的工会 按照当时的体制是官办工会 官办工会 一般是 不会上反调的 但是随着老北京公民意识的 觉醒 在适当的气候 那个气候下 这些工会他也会提出他的诉求 而一旦提出这种诉求 这种诉求就是 马上就会政治化 是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 工会本来 他并不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团体 如果是私营兵器的工会 他反对的对象只是企业本身 是吧 可是国有企业的工会 老板是谁啊 老板就是政府 是吧 那么工会跟企业对着干 在国有企业中就是对 就是跟政府对着干 是吧 因此这个国有企业中的工会 一旦 他一旦 有制度权 他就会成为政治反对方 私营企业早不见得 是吧 私营企业早不见得 那么我们就会理解 为什么在巨变前的几年 波兰的宠治者 那么热衷于 那么急切的希望波兰的经济 应该私有化 是吧 最好是把波兰的国有经济 都变成 那个 那个 资本家的 而这资本家又是他们的人 是吧 就是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 是吧 都是由各级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原来的厂长啊 经理啊 变成的 是吧 那么他们 是吧 和工人的对立 就会变成 民间企业中 劳资双方的对立 而政府就可以 超然于 劳资双方之上 成为双方的 仲裁者 和共同 是吧 他们是很希望这样做的 但是谁不让他们这么做呢 就是波兰的工人 是吧 波兰的工人 坚决抵制了 这种做法 是吧 其实啊 1988年 波兰的拉科夫斯基政府 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企图以 加快国企改革 来瓦解 团结工会 这里我要讲 这个的确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国家 这个国企改革 是吧 进行的非常之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快 是吧 但是并没有出现 这个政权的危机 是吧 而他们 其实也是想走我们的这条路的 是吧 但是他们没有走得通 是吧 团结工会 抵制了这种 官方私有化 政府才没有得逞 但是巨变以后 波兰的确在民主条件下 搞了私有化 果然不所料 波兰经济的私有化 使得团结工会 是吧 最终 在政治舞台上边缘化 是吧 因为我刚才讲的 一旦这个经济变成私营经济了 这个工会就非政治化 是吧 因为工会盘盘的对手 理论上讲 他应该是企业 是吧 而私营经济 从经济中 企业和政府不是一回事 是吧 那么你真正的工会 你就是和企业 来博弈 不会直接与政府发生博弈的 是吧 因此到了 那个 因此到了那个 那个巨变以后的民主私有化阶段 这个团结工会就 他的影响就每况愈下 是吧 到了1998年 那个 这个这个 他基本上就边缘化 是吧 呃 当时 参业工会解散那个所谓的传选运 就是传选工会 全局运动 当时实际上是一个政党 是吧 那么 参业工会说 我们现在就回到 企业去 是吧 说那个工会应该做的事 但是 正是因为波兰的巨变是以这样的一种背景 发生的 所以波兰 在巨变以后 虽然通过了 而且可以说很快的通过了 私有化的立法 这里我要讲 我们以前对东欧有一种说法 说东欧搞的是休克疗法 也就是说 他们要一步到位的搞 而我们是比较渐进的 其实啊 这个一步到位 基本上对他们来讲 只是一个法律游戏 也就是说 那巨变以后 那样一种气氛下 通过私有化法 是很容易的 在议会中 很快可以取得多数的决定 但是 这个私有化究竟怎么划算 在民主条件下是非常难的 因为你要使各方充分博弈 是吧 要考虑很多 那个方面的因素 是吧 波兰的很多大宗型国企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国营的 是吧 有一些国企 像格兰斯克造船长 先后五个私有化方案 都被工会否决掉 是吧 有一些企业像波兰的 那个克拉科夫钢铁联合企业 原来叫列宁 也已经联合企业 是吧 那个企业从 这个企业从 那个1990年开始提出 第一个私有化方案 是吧 最终 方案得到落实 已经达到了 已经是到了 2007年了 是吧 也就是说 经过了17年之久的 谈判 是吧 那么这里头就 就提到我刚才讲的一个问题 是吧 这些国家的民主 或者说这些国家的 统治者的权力和责任 是怎么 由原来不是一种契约 变成了一种契约的呢 是吧 其实就是从我刚才讲的 是吧 一方面 对他的 我们 对他们的权力进行约束 另一方面 我们对他的责任 进行问责 是吧 这个 这里我要讲 是吧 其实不光是 这个 波兰 匈牙利 有一个事实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在整个东欧 率先发生这个过程的 有三个国家 一个是东德 东德的情况 当然有点例外 因为他和西德 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吧 东德的变化动力 很大程度上来是西德 那么 另外两个国家 就是波兰和东亚利 波兰和东亚利 恰恰是 整个东欧国家中 财政资质最严重的国家 是吧 就是因为老百姓的不断的问责 是吧 这个财政资质 迫使政府 不得说 摊开账本 而且这里我要讲 在这种压力下 摊开的账本 肯定是真的账本 是吧 如果没有这种压力 即使它摊开账本 这个账本 可能也是 是吧 可能也是 有某种猫腻的 是吧 但是在波兰 在波兰和东亚利 这种状况下 它肯定是给你真的 是吧 它就告诉你说 我就只有这么一点 是吧 你的要求我达不到 是吧 那么你要么就 给我收点权 要么你就免我的一些责任 是吧 实际上不断 波兰和东亚利 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宪政制度啊 它从一开始 大家知道 它最早 在17世纪 从英国 法国 开始 这两个国家的宪政 也是由辞职 弄出来的 是吧 大致都是英国国王 法国国王 是吧 由于钱不够用了 由于人家确实是 拙金献走 没办法 他就跟人商量 是吧 就是就是 我让我多受点罪 是吧 那么我也可以答应你一些条件 是吧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过程 这里我要讲啊 从历史看 这个宪政民主制度 和那些启蒙思想家 写的文章 有多大的关系 这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 宪政制度 从我刚才讲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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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英国法国 一直到 这个波兰 兴亚历 它的几次突破 重要的突破 都是从 这个高次次的 这样一种经济背景下出现 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那个环节 是吧 但是这里就要 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了 假如说 像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况 老百姓习惯于对政府进行 无限问责 那么这 聚变以后会不会产生路径依赖 是吧 大家知道 如果老百姓 什么都要求政府承担责任 那市场经济是没办法 是吧 我刚才已经讲了 波兰 聚变以前 想放财物价 根本做不到 想私有化 更做不到 是吧 老百姓不答应 那么如果 聚变以后 仍然做不到 波兰 谈何经济转贵 是吧 可是波兰 有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聚变以前 波兰的物价上百分之二十 老百姓就上跌了 可是聚变以后的一年 波兰的物价上了七倍 老百姓基本上是 一声不吭 是吧 大家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讲 大家不知道英国法国 当年出现那个 宪政进程 是吧 甚至推翻了 国王 原因就是国王要征税 他们认为那是横征暴量 是吧 可是大家都知道 推翻了国王以后 在民主议会 取得权力的情况下 由我们民选的议会 进行征税 征的税要比国王多得多 但是大家还是很愿意表 是吧 为什么国王征税 大家不愿意 而在无代表 不纳税的条件下 议会征税 大家又愿意呢 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是吧 因为这是一个契约的结果 有了这个契约 和没有契约就大不一样 我们知道 在研究会议和波兰大选期间 波兰的无数政党 都提出了他们的契约方案 比如说 波兰就是有一些政党说 是吧 如果你们选了我 我会给你提供这些东西 是吧 我会给你们有便宜的物价 是吧 给你们有那个充分的供应 条件是 你得让我维持一党关政 是吧 条件是 你得让我拥有无限的权利 是吧 这也是一个契约方案啊 可是老百姓没有权 是吧 那么像马祖维耶次期 我正讲的是 是呃 波兰那个 传业公会政府的第一届领导人 是吧 马祖维耶次期 他一开始就说 我上了台 我就要放财户价 是吧 但是条件是 我要放弃无限的权利 是吧 给大家以自由 那么你大家既然选了这个东西 是吧 这是你们接受的一个契约方案 那当然 是吧 那当然 你们也 是吧 这个老百姓旅行这个方案 当然也就是 啊 很重要 所以啊 这里我要讲一句话 大家知道最近 欧洲的债务危机 越闹越厉害 是吧 原因就是因为老百姓对政府 那个 问责问的很厉害 可是大家注意到没有 今天的欧债危机啊 恰恰在我刚才讲的这几个 新欧洲国家中 是表现得最为缓和的 是吧 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件 规定的那个债务 呃 不能超过GDP 呃 的3%的这个 横线 这个欧元区国家 这个欧盟国家 绝大部分国家 都不活泽 但是这几个国家 大部分除了中亚利 另外 基本上都活泽 是吧 呃 应该说啊 这几个国家的老百姓 在决定以后 他们就不再无限问题了 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有无限权力的政府 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 他们的责任当然也是有限的 是吧 老百姓知道这一点 是吧 正如国王征税 大家不愿交 但是民选的议会征税 大家就愿交一样 是吧 国王要存些责任 我们不允许 但是 我们选出来的政府 我们给他们授多少钱 我们是心中有复的 是吧 我们给他授的钱 是吧 那就只能 是 啊 是是是是是 啊 是是 按照这个权力去承担责任 是吧 政府与他授权者 只能签订权责对应的契约 让马多跑 就要给马多吃草 签订一个既要马而跑 又要马而不吃草的契约 是无法履行的 对谁都没有好处 但是 在没有契约的条件下 促使双方走向谈判契约的过程 实际上是个什么过程的呢 是吧 我觉得 大家都会理解 这也是人之常情 这是一个 漫天要价以施压 就地还钱以成交的过程 任何一方 如果事先对对方实行零开价 对方怎么能有意愿和你吵架还价呢 是吧 所以对于 那个 啊 马来讲 你是不能要求他既不吃草 又跑的 可是如果这个马不是马 他不是供人骑的 而是要骑在人的头上的 是吧 这个马 山珍海瑞他都要吃 但是他就不跑 是吧 或者他跑也可以 他跑了你要 倒了万岁 你要感激骑林 是吧 他不跑 他不跑你也不能对他进行问责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当然 要他少吃点草 多跑一点 都是理所当然的 而在契约之前 在达成妥协之前 只要马而跑 又要马而不吃草 就会成为一个成功的要价策略 这与契约达成也会过分虚数 是两回事 这里我就要讲了 今天希腊人的所作所为 和当年的波兰人 非常相像 他们都要做政府 承担很大的责任 是吧 但是区别在哪里呢 今天的希腊人 招就招待 他们在宪政完成 38年以后 真的追求起 既要马而跑 又要马而不吃草 这个不可能的结果 是吧 大家知道 希腊是一个低税收 高福利的国家 低税收高福利怎么维持呢 靠扣资欧洲 是吧 那么这个肯定要出问题的 是吧 哦 希腊人 他的宪政建立已经38年了 但是 昨天的波兰人 高就高在 在宪政之前 他们进行了 既要马而跑 又要马而不吃草的 漫天要价 没有一个合理的要价策略 不提出这个要价 就没有还价的空间 这完全是一个渐进的和平的改革 和任何暴力都没有关系的 最终 如果我们就 吃多少草 跑多少路 如果我们喝马 是吧 就吃多少草 跑多少路的问题 达成契约 那就是 宪政大约 成功的一天了 是吧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啊 我们看到的 实际上是 左派和右派的一种合理 或者说 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 一种合理 是吧 我们要求 这个政府 他的权力 不能太大 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诉求 但是我们又要求 政府必须承担 比现在更大的责任 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要求 是吧 这两种要求的结合 就注使这个社会 发生进步 但是这两种诉求 也可以倒过来 是吧 比方说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但是像政府问责 我觉得很可怕 因为政府不喜欢 但是政府很喜欢 我为他扩大权力 反过来讲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我要限制 统治者的权力 这也很危险 是吧 因为皇上也不喜欢 但是皇上很喜欢 我为他推卸责任 是吧 那么如果左派右派 进行这种合作 是吧 就是左派为皇上扩大权力 右派为皇上推卸责任 是吧 左派说皇上就应该垄断 就应该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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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所谓的扩大集取能力 右派说 其实皇上就是不应该 给你们提供这样的按照图 是吧 你们最好自生自灭 是吧 用以前国际改革的时候 我们的一句话讲 这个大家应该想快点 是吧 看成败人生豪迈 只不过从头再来 是吧 不要去跟政府 呃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讲什么朝鲜 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能发生 这个宣传过程吗 是吧 所以啊 呃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但是 只能讲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这个 我们就 呃 可以把时间留给同学 是吧 对 好 那下面时间呢 同学可以提问 向老师提问 是你有什么话 想对老师说 或者有什么问题 想向老师来请 像都可以提问 那同时呢 我们也会送出 我们提到了一本 唱教书 给理想一点时间的 第三课 是刚刚出版 才拿了些小 他说今天东安出版社的同事 也拿到了他们 琴琴老师的两本书 现场老师的签字 书送给大家 好 是第一位同学 您来点吧 呃 你们点吧 我都看 呃 那位女同学 好 你先 嗯 稍等 那话 你好 那一个 我有两个问题 要问 呃 一个呃 就是你讲到的 那个 嗯 问德政府的 那个问题 前一段时间 那个 那个习主习男群 因为他没有封部 赤字柱 然后在各种媒体上 就是引起了 大家一线叫 好 然后而且微博上 对那个 各种公共知识分子 也是 那个 尽量的转发来 欢欣鼓舞 您觉得这样一种民情 就是 跟我们 问德政府 我们 问题 讲的是什么 问德政府 他一整个人 所以没有封部 嗯 就是那个 就是习 习 习 曼群 男群 哦 然后没有封路 然后再 哦 哦 没有封路 哦 哦 我明白 我都认为你人家没有工资呢 没有工资 对不风露 然后就大家就尽量慌忽 但是就是我觉得 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各种人士就是很欢惊舞舞 我觉得这个你觉得这样 我们这样一种民情 就是比我们去问德政府 像去问要求各种权利的 这样一种方态还有多远 我觉得当然是很远 不过其实我也是有信心的 因为你不要看我们现在 这种还是这种感恩的这种场合 还有还有不少 但是实际上你想想 已经比过去好多了 是吧 我们六十年代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那个时候中国饿死了 上几千万的人 是吧 那么如果你没饿死 你就要感谢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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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领袖的大恩 是领袖给了你馒头 你才没有饿死 是吧 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样板戏其中 比喻烫死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那个 是吧 就是乡心门手捧馒头热泪滚 这个领袖的恩情比山高 比天高 比地厚 更比海洋深 是吧 但是如果你拿破饿头 你饿死了呢 那叫固然灾害 是吧 为何可问得的 是吧 我觉得这个如果跟这个时候相比 如果跟那个时候相比 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 说实在已经是 已经是进步的多了 是吧 呃 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 就是呃 前年 我 我的 那个 呃 家乡一个省会城市 呃 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退休工人 他住的很怕 然后他申请到了一套连租房 是吧 我曾经问过 我说哎呀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这个哎呀 你是非常满意 非常 感谢 他说 他说感谢 他说我几十年一直领一工资 是吧 被被盘薄到这种地步 是吧 现在他刚刚还我一个那么小的房子 说这怎么行呢 说你看他们这个当官员 一个人有几套房子 是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以前的 你很难设想的一种 一种现象 是吧 所以我觉得呃 我们现在毫无疑问 这个政府的责任呢 呃 虽然他还有很漫长的过程 但是政府的责任 呃 在中国是在 逐渐逐渐的当性化 所谓当性化就是 那是你必须做的 是吧 你做了呃 我们不需要感谢 但是你不做我们就要跟 这里我还要举个例子 比如说今年 这个 呃721 北京下了一场大雨 是吧 这场大雨 一下子就死掉了71个人 是吧 然后当时我们 其实有官单位是准备组织一次 大规模的感恩宣传的 是吧 哎呀 你看由于 呃 政府如何如何伟大 结果只死了79个 是吧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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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应该死很多的 是吧 这个这个让大家都感受到恩情 但是马上就 是吧 这个东西刚开路 呃 我们说那个雨是61年最大 马上网上铺天盖地说 不是 说是63年下的更大 72年下的更大 是吧 于是 这场感恩宣传 其实后来是 无济而终了 是吧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而这个说 对这个雨到底下的有多大的这个问责啊 实际上就是对政府问责的开始 也就是说只下了这么一点雨 为什么就死了这么多人呢 这里我要讲 仅仅两年以前 韩国是这样的 我很印象很深 2010年 澄亚比台风 刮过两岸 是吧 他在刮过台风的时候是 刮过台湾的时候是超强台风 是吧 是那个热带通报级别中最高的一级 在高中死了两个人 是吧 于是这个 台湾的舆论突天盖地骂政府 说你们不负责任 怎么尽感 让老百姓死了俩 是吧 就就就就 然后我们这里的报道也报了 是吧 因为我们比较喜欢出他们的洋相了 是吧 就是报了那个台湾的老百姓 对政府批评的那种种种的言论 他们那个市长 当时找到非常狼狈 是吧 在电视上三次 是吧 说我要向大家道歉道歉再道歉 是吧 什么什么 可是这个凡亚比台风 紧接着就挂到了我们这边 是吧 在台湾海峡的时候 它已经降低为一个在风暴 到了登陆以后 它已经降低为低气压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低气压 在我们国家的一个省 在我们这边的一个省就死亡失踪136人 是吧 可是我们那边一片感恩载得之声 没有一句问得的语言 哎呀 我们真是幸运了 只死了136个 是吧 本来如果不是那么伟大的那个那个统治者 我们本来应该死掉136万才对的 是吧 这个那个这个 我觉得这一次的北京暴雨和那一次 就是仅仅相隔两年 这个氛围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是吧 所以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 发生的一个一个过程 好谢谢 下一位同学 嗯 这个男生吧 好 那我们是 露水进行的 回去跟安静一分 好感谢主持人 感谢那个行贵教授 呃 给我一个提问的机会 呃 然后我想问一下 请问教授就是 关于独立国家的参法 呃 您说到就是那个 西班国家很多时候就是 执行资产上的分主义 分配上的社会主义 那么我认为这种有些人就是说 西班人许多人 他并没有在社会资产中碰到财破 却在社会分配中获得了财破 因为这样一种制度 你觉得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吗 是一种 是不是一种很矛盾的制度吗 谢谢行贵教授 呃 其实啊呃 关于福利国家的什么问题来久矣 福利国家现在陷入危机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是吧 对于福利国家来讲 在西方人提出的批评就是他 那个你刚才讲的这事 是吧 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 呃 其实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那就是大国犯养晚汉 是吧 这个这个现在很多人都说呃 呃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可是关于这件事啊 我觉得如果仅仅就福利国家本身而言 这确实是 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你要说是如果政府不进行转移支付 除非没有政府是吧 任何政府都具有转移支付的职能 甚至包括一个最自由放任的只维持一个警察 管理治安别的我什么都不管 就是这样的政府你也不能说 他是没有转移支付的 是吧 比如说我就可以说啊 我不需要这个警察的保护 是吧 我是个虫光蛋 是吧 或者我是个富人 我有我有家庭 我也不需要 是吧 那不需要你也得掏钱养 是吧 所以我说啊 有一些公共政策 它的确是要有转移支付的 那么这个转移支付就有你刚才讲的问题 是吧 它和所谓的那个那个暗劳分配 是吧 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但是我这里要讲 人的天性中啊 有追求自由的一面 也有回避风险的一面 呃 人们可以适当的让渡自己的一些权利 是吧 实际上也就是适当让渡自己的一些自由 去增加一些别的东西 比如说保护 是吧 关于人们在正常情况下 在这个问题上 呃 会怎么想 呃 我记得罗尔斯 他已经通过所谓的什么 无知之目的一个一个 一个说明中 是吧 呃 做了一个解释 大家是就可以看一下的 呃 但是我这里要讲 即便我是一个 经济自由主义者 我是坚决反对福利国家的 福利国家的缺点 我可以说出一二三 是吧 绝不比现在哪一个批评福利国家的人说的少 但是你也要看到两点 第一点我要说 今天西方面临的问题 我觉得不能仅仅归就于福利国家 尽管福利国家的确是有问题 是吧 但是大家可以想想 今天西方国家碰到的问题 非常突出的就是债务危机 那么这个债务危机是怎么形成的呢 是吧 不管是高福利高税收 还是低福利低税收理论上讲 他都应该是财政平衡的 什么情况下才会形成大量的债务空中呢 是吧 那当然就是左右坏的主张各实行一半 是吧 这右坏上台 就减税 但是福利你又减不掉 左坏上台就要增加福利 但是税也很难增 是吧 那么在一左一右一左一右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他就会出现我刚才讲的这种局面 因此这种局面呢 可以说他不是左右中的一派 单独造成 是吧 这里我并不想回避 不管是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 都有一些可以批评的地方 是吧 说穿了 造成今天西方困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家可能从我前面的演讲中都知道 我可能是一个拥护民主的人 是吧 但是我实事求是的讲 民主制度的问题我比谁都清楚 今天西方碰到的问题 不是左派的问题 不是右派的问题 就是 左派右派在民主平台上玩游戏的问题 是吧 因为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 这是在民主制下必然有的 是吧 我们当然就不需要 我们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皇上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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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所以左派 呃 就可以理直气壮的 呃 要多收点 右派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讲 从事的其实用不着给老百姓办这些事 是吧 但是他们那里是不行的 是吧 那么这么一来就会造成我刚才讲的现象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假如真的是这样 那民主制度不早就崩溃了吗 是吧 如果民主制度就会导致既要马而跑 又要马而不吃草 那民主制度怎么可能维持 这两百年呢 何况相反的做法 是吧 也就是说在民主制度下 老百姓心甘情愿的增加税收 减少福利 这个例子我们不是没有看到的 我刚才讲的波兰就是一个例子 是吧 波兰现在的这个债务也就是比这个 所谓的欧洲国家要 要要要要要要清得多 是吧 要正常得多 是吧 这里头的关键呢 我在别的文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 民主国家在啊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避免我刚才讲的这个啊 这个问题 是吧 至于我们中国 这里我要讲 离你禅道的这个问题啊 差得远 因为我们国家啊 现在是有福利的 但是这个福利是皇恩浩荡 而既然是皇恩 不是老百姓可以要的 那么皇上当然是给他想给的人 是吧 他想给的人 那肯定是按特权给的 是吧 因此我们现在的福利 基本上是一种附加在特权上的福利 这种福利用我的话讲 那叫负福利 是吧 他不是那个减少不平等的 而是扩大不平等的 是吧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讲的这个负福利状态 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就不 就不需要去讨论高福利还是低福利的问题 因为高低 那就是在他的他的那个福利 只是政治的条件下 你才能成立的 如果他是负负 你首先要讨论的是政府的问题 而不是高低的问题 如果你是个自由方向政者 那么你就应该理直气上来要求 要求减少特权福利 如果你但是老百姓的福利 你是不应该反对的 因为老百姓现在本来福利就很少 水平就很低 是吧 反过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左派 你很希望推动这个福利建设 那么你应该尤其的强调 这是给社会最弱势群体的这个造作 是吧 不能说这个凡是国家收钱 比如说现在我们盖了很多保障房 是吧 但是这个保障房有两个原则 大家可能都知道 一个是金氏房优先公务员 一个是连租房不给农民工 是吧 如果如果这两个原则实行的话 我们国家就不是高福利低福利的问题了 那这个制度就会变成一个负福利制度 我想 对于负福利制度而言 不管是自由方任认者 还是福利国家认者 都不会满意的 这是中国现在的一个现实问题 谢谢 比赛的 那就 后面那个 好 后面揚手机的名字 好 嗯 谢谢陈教授我今天的演讲 啊 我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对你给想要请教您 呃 刚刚结束的中央工作经济工作会议 呃 闭幕了 我看到这个会公报呢 他们提到一个名词叫努力打破 打破既得意义体制的安妮 可是 我们却没有在这个合理公报当中 看到任何 呃 我们老百姓特别关注的 关于 呃 这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 呃 这样的一些表述 呃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在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多年 呃 我觉得呃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了一个平均期 特别需要一些新的血液 新的动力人物其中 那么陈教授 您认为 哪些才是我们中国继续走向改革开放的新动力 新血液呢 在我看来 这些新动力新血液绝不是这些新闻报纸上所宣传的 西里组合所参导的什么灰里新疮 清疮减从 我觉得比较不仅仅是这个 谢谢您 呃 不仅仅是这个 但是有这个也不错 是吧 呃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呃 呃 希望推动中国有序的 呃 和平的走向进步的这个角度 啊 是吧 我们多讲一些 那个那个 那个 互相合作 互相期待 是吧 这个 尽管这个期待 往往是 呃 和我们的想象是有 呃 和我们的要求是有 是有距离的 那有距离 我们就继续提我们的要求 是吧 这个是很简单的事 至于最近的这个经济工作会议 好像是刚刚发表 我都还没看 所以我也不知道 到底都有些具体有些什么内容 好 我们看下一位 呃 在里面那个戴帽子的男生 后面 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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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的这个启蒙 应该对于这个多么激变 呃 我像这条路都不是呃 呃 一天呃 呃就是所谓的罗马 不是一天建成的嘛 是吧 就是西方 他的宣众化过程 其实说实在的 就是我们认为最经典的像英国 他不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吗 是吧 那个那个英国一直到他的普选字实际上是在二十世纪才才有的 是吧 我觉得而且其中也还有一些版图是吧 什么福币时期啦 什么克伦威尔的军事专政啦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是吧 从这个角度讲 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有些人已经做到了 有些人还没做到 其实从历史的长河讲 这也不过就是呃 提前一瞬间和退后一瞬间而已 是吧 呃这个诉求一直是有的 我觉得啊 你要说某种价值观 是完全是从外面灌输进来的 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的 是吧 我曾经问过很多同学 而且是工科的同学 是吧 就完全对那个文科的理论不感兴趣的 我说在其他条件都没有的情况下 是吧 要你多交税和要你少交税 你愿意哪个 是吧 他们说当然愿意少交税 那么在也是同样的情况下 是吧 也是其他情况 常不忽略的情况下 是吧 我给你高福利和给你低福利 你愿意要哪个 是吧 他说那当然是要搞福利了 是吧 其实这个东西啊 本身它就是一种人之常情 是吧 但是这个人之常情背后是什么呢 背后就是 我们要对这两个东西 是吧 进行谈判 是吧 谈出一个我们认为实当的 一个契约方案 是吧 这个过程说实在呢 呃 它的具体的方案 它的具体的实现的过程 很可能既往的历史 能够给给我们提供 那个很丰富的细事 是吧 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历史 但是这些过程最终能够实现 是吧 可能 还是因为这些契约 它符合一种普遍连性 或者说普世价值的啊 这样一种要求 那我们挑选一下这边的吧 因为只有这边的同学没有提问过 所以问那几声吧 提手问那几声 首先感谢给我这个特别难得的提问机会 因为我举手翻篇了 嗯 请问老师我有两个问题非常想问您 首先第一个就是今天下午 您讲座当中 让我受益最深的就是一个问责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国家 好像这个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事情 而且通常很多时候都是只有我们问了 但是没有回答 然后所以我就想问 对于现在来说一个一般的公民 我们如何去有效的 并且安全的实现我们问责的权利 其实啊 我觉得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觉得大家对现实是不满意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如果和以前相比 是吧 中国进步还是有的 呃这里我要讲 我也不是个很激进的人 我还是同意一句话 是吧 现实是很好的 但是你不能停滞 是吧 不怕慢只怕散 是吧 就是我们如果原则这个限限制权力最问责任的两条线 如果一直走下去的话 是吧 我觉得是可以完成这种这种这种转这种转变的 是吧 至于什么时候 我觉得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呃不妨那个那个那个耐心点 是吧 但是对华人社会实现这种转型 我觉得其他的华人社会已经提供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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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例子 是吧 这不是不能做得到的 那我们开下一个同学会挺好的 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基本留给其他人 好 谢谢 那 那我们就这个人生吧 天老师我去结尾了 又在历史上 好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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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就这样 就是说 我感觉就是说 现在中国的话 他的问题就是专制 太不自由 他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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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你没有这样一种在专制一个自由人的情侯呢 如果有的话 我们应该就去 什么样去当做的 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西方人是不是太过自由这个事情呢 我我我我我我挺像于不要用太过自由这个词 我只是说 西方人现在一个 这个事情 我我我我挺像于不要用太过自由这个词 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对自由的诉求 与他们对福利的诉求所逻辑上必然导出的 他们应该适当的让住一些自由是形成了矛盾的 是吧 就是我刚才讲的 必要马而靠 又要马而不吃草的问题 是吧 比如说他们又不要 又不想交税 又想高福利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天下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啊 其实说实在的 我觉得你不能只从这个欧洲国家 或者说呃 他们那几个国家 那一部分看他的原因 是吧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 在以前的民主化实现中你是看不到这种现象 为什么现在有了呢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民主制度需要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就是以往的民主制度 他都是在那个主权国家的范围内搞 可是我们现在经济越来越一几万 是吧 我们不在玩全球化的游戏 但是我们的事情 是吧 关于这个 比如说人权啊民主啊 这些东西有各种非常不一样的标准 是吧 而且整个世界经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强大的措施功能 是吧 我曾经在前面呢 讲过 在以前呢 既要马而跑 又要马而不吃草的游戏 你都玩不下去的 这并不是说那个时候的欧洲人就比现在欧洲人有绝无 而是说那个时候 说没有这种措施 你是你只要搞了一年就会出大问题 但是现在因为有了控制功能 你就可以搞了二十几年都好像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是吧 可以把这个在位窟窿 搞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是吧 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关于这点 我几个几天 讨论欧代为一个文章 是吧 你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啊 在这个目前的这种 呃 全球化 但是加入全球化的国家的那个机制 很不一样 乃至完全相反的背景一下 呃 这个问题肯定是不能通过根本 肯定是不能根本解决的 但是有一些 治标的措施 它是可以采取的 是吧 这个你在网上搜索一下就是了 好 谢谢 我们看下一点 来 最后女生 谢谢 呃 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未来 限定中 这个比较悲观的看法就是 中国如果现在改革的话 可能是找死 不改革的话 他会找死 您是不是在这种观点 谢谢 我觉得 不管改不改革 中国人肯定不会 都死光的 啊 而且 说实在的 无论改革还是不改革 中国都承认了 利益博弈 是吧 改革也好 不改革也好 他都是有些人 会得益 有些人 可能就 觉得不高兴 是吧 呃 我们只是希望 这个过程能够有利于 多数人 是吧 呃 这个所谓的早死 等死 他这个 像这个汉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足语是什么 到底是谁死 是吧 如果这个事情不讲 不搞明白 就说 改革了 我们也是死 不改革我们也是死 反正我们都要死绝了 这个可能 我觉得肯定不是 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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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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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作为一个请的提问给我 我想问你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在全全合格方面 是不是有所够的 呃 其实啊 呃 在宪政体制下 无论是中央政府 还是地方政府 他的 权和德都是应该对应的 是吧 但是这个 按照征权制原则嘛 当然有些权力是要授予地方政府的 地方政府相应的 就需要承担责任 有些权力是交给中央政府的 那相应的 中央政府也要承担责任 是吧 所以这里头的边界 我觉得就和那个福利和自由的边界一样 他其实没有一劳永遇的那个解决办法 但是他可以 但是你不能没有这个界限 因为一没有界限就会乱套 是吧 所以我经常讲 群体全界的划分非常重要 一定得划 是吧 就是群域要民主 体域要自由 一定得划 但是你不能一次划死 你可以过几年再重划一次 是吧 这个新生制度 他有这样的体制 过几年提供一个 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解决机会 好 让我们今天的评论 就是到几次了 好 好 先到几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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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一直有一个问题 就到先到 就是张大迪也谈到 就是在波兰的改革当中 出现了一个团结公会的问题 其实这里面一直有一个问题被忽略 就是这个 当波兰出现这种民主的改革过 出现了一个合法的一个反对组织 那就是团结公会 就是当他这样的那样一个 这个机制化和有一个长效的那种成台之后 他们这个民众的这个民主诉求才在一表达 那就是现在反过来 但中国的话 就是中国的这个民主进行中 何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呃 制度化的一个组织 然后 那我们顺带的一个就是 您对最近那个 托托威尔 一般老书这个 就入于大陆 那种如此之火 有什么看法 谢谢 呃 这其实只反映一个 就是 现在我们的领导人是有危机感的 是吧 呃 他现在考虑 我们要做一些事情 避免 所谓的大革命 而且他自取为 我觉得推荐这本书就说明他们自取为他们是救治者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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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是吧 这其实也是人之常情 啊 啊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一个一个 呃 这说明我们这个现象 我们这个社会 的确也是在发生电话 啊 谢谢大家 好啊 那我们接下来就 跟着我们今天发送的微博内容 来进行一个 看来学习情绪性关注啊 第一位是 小旭辰 小旭辰 在信号 是哪位去手续我 如果不在的话 他就叫 过了 你不送给别人了 那好 那我们下一位好啊 嗯 努力勇敢的小兽 在哪 好 谢谢 嗯 下一位是 冬天太阳 夏天风 在哪 你 如果你有份儿的 那这份人会给你吗 哦 哦 好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表情 他们是谁啊 嗯 嗯 嗯 深月冰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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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 会在搜索网网头 报告告上专辑的行事上线啊 同学们没有到新场 可以回去相互转告一声 同样也不会错过这些精彩的话题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没有 개 会 我 怪 你 guidelines 词